俄羅斯北溪天然氣管道運營商中二表示 其管道系統一天之內就有三處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 目前無法估計何時會恢復運作 早些時候瑞典海事局就北溪1號出現兩處洩漏發出警告 而此前丹麥發現附近的北溪2號也出現一處洩漏 丹麥緊急宣布五海里半徑範圍內禁止航行 丹麥軍方中二發布的視頻顯示 波羅的海海面出現大量白色氣泡 位置就在北溪1號和北溪2號的上方 克里姆林公認為管道明顯受損 不排除是人為破壞所致 俄方十分關切 需立即調查 因為這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的能源安全 洩漏事件也引起美國的高度關注 專家表示 兩條北溪管線短時間內發生這麼多泄漏事件極不尋常 很可能是一種戰爭手段 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一直是俄羅斯手中的一張王牌 以成功製造了歐洲的能源危機 儘管兩條北溪管線在發生泄漏時 並沒有向歐洲輸送天然氣 但泄漏事件卻讓歐洲在冬季前 通過北溪一號獲得天然氣的希望徹底泡湯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岩淑綜合報導